今天珞琪非常幸运 可以来拜访全台第一的养生美胸师 佐佐老师 走 让我们一起去找佐佐老师吧 佐佐养生美胸专业美学中心 中部设立在高雄 创办人兼执行长 崇佩馨老师也就是大家口中的佐佐老师 他的高颜值以及特殊的专业美胸技能 受到媒体的关注 因此经常受邀分享美胸资讯 而有全台第一养生美胸师的称号 其实是因为我自己从小就是身体很不好 体弱多病 然后再加上我们家有 那个遗传性的家族乳癌病史 所以我常常会有胸部 还有妇科方面的问题 然后很困扰我 那也因为这样子就是会去寻求医疗的协助 那除了就是找医生之外 还有医疗以外的一些资讯我也都会收集 想到就是可能每一个女生都会有 胸部或是妇科方面的问题 我就把它整合成一套自己的独门的手技 那就由现在的佐佐养生美胸 佐佐老师强调 身体健康五脏六腑得到该有的氧气与养分 胸部自然会漂亮 这也是她所提倡的养生美胸的概念 那我提倡的就是你除了主动的运动之外呢 我们就是要做被动式的运动 也就是按摩 那如果没有空做主动性的运动的话 我们可以借由按摩来增加身体的含氧量 那身体的含氧量足够就可以推动身体的气 因此可以让你的身体循环变得比较好 那身体也就跟着健康 有别于一般的美容SPA 他们结合中医的概论 发展出一套独创的胸部按摩手技 我因为胸小 然后就是我从小都被笑 然后其实蛮自卑的 然后我就在网路上有查到 就是佐佐养生美胸 他其实是透过佐佐老师 他自己的经验发展一个课程 那是透过就是健康的方式 可以达到美胸的效果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选择这里 在按摩的时候回家都会觉得很开心 然后就会觉得自己好漂亮 然后就是有莫名的自信心这样子 那再来的话真的透过按摩的时候 我觉得本身我自己的复刻问题也改善蛮大 就觉得不会因为经期而不舒服 或者是因为经痛而不开心什么的 我觉得心情上跟生理上的改善觉得很好 有一些状况是因为我们也许是生活过度劳累 或是睡眠不足或其他的生病的原因 造成我们的乳房提前的老化 那常常发现就是又有变形 或者是说下垂 这个就是过度老化 其实我们是可以借由这个乳房按摩的方式 让它慢慢恢复健康 达到所谓的乳房回撑的效果 为了因应广大消费者的需求 佐佐养生美雄真业美学中心也在台中设立直营门市 以高雅舒适安全隐秘的空间 为贵宾带来全新的消费体验 我们的课程是依照每一位贵宾的年龄 以及身体的状态 区分为青春期 孕前呵护 产后雕塑 以及美魔女 还有日常生活五个部分 那贵宾们只要依照自己 目前的状态来做选择 美学中心也加强美雄师的教育训练 务求每位美雄师 都能依照严谨的SOP流程 提供贵宾们专业的健康管理服务 我们佐佐老师的话 他会比较想要给每一位贵宾最好的服务 所以在教育训练上的话 我们是比较扎实的 那我们的话是学术病重 那我们会另外再邀请不同状况的贵宾 来这里让学员做实际上的操作 操作完之后 我们也会让贵宾为学员做个考核 佐佐养生美雄专业美学中心 成立六年来已超过五万人次的实作案例 他们希望透过手机美胸按摩的保健效果 传达健康第一 胸型大小第二的正确观念 他们也积极投入社会公益活动 关怀乳癌病友 未来美学中心将持续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让每一位女性朋友都能体会养生健康 所带来的自然美丽